他們都能夠用一些 引經據點來辯論耶 他們其實都可以穿洋裝 在這邊表演 我好像時間也差不多到 我就走了 那大家最喜歡的是 如靈 如歌般的這個笑聲 會讓大家覺得心情很愉悅 通常你還有一個 迎靈般的笑聲 對 表情跟他氣很像 女生比較多啦 好喔 那要告訴他 現在聲音好騷 我現在還跳不起來 可是你知道嗎 在五發肉當中 他是不是有聽到五發肉 體年齡 開始 上 再上 什麼就這裡 預備 好 上 我好像沒什麼資格 是 黑色的羽球毛 是用烏鴉的毛 還是黑天鵝的毛 黑色的羽球毛 有沒有可能是羽毛球啊 羽毛球毛嗎 我被他穿了 我被他穿了 好受傷 劉甄的冰冰是柳丁還是橘子 柳丁 你 真的醜 你又放了 你好 我可怕他一直唸了對不對 你 你怎麼能夠快成這樣 你常常有在唱人 兩秒 兩秒唸掉一題耶 柳丁的別名是柳丁還是橘子 你剛剛說什麼 我剛剛說柳丁 柳丁 媽 羽毛 鮮教 誰 店船的眉毛的生長周期 是兩個月還是半年 半年 自己人啦 是不是快了一點 好像 好 好了 稍微快了一點 那我等一下 那題唸久一點 你看到12秒 這樣發展下去 就會變三題啊 好 變三題 沒有啦 我們生不到5秒 就是胃丁了 對啊 就是 妳認為不可能兩個月這麼快 對吧 半年 半兩個月吧 半兩個月嗎 真的嗎 我覺得 戲劇角 葛瑞絲 了解人的毛髮 我覺得有毛病啊 跟妳有毛 跟妳有關的 我不行啊 他不懂毛啊 點口毛的好不好 妳的毛有病啊 有毛病 今次世界紀錄 名字最長的定名是 聖寶多還是曼谷 請搶答 邦尼 曼谷 對 因為曼谷 在他原本的名稱當中 是很長一串 什麼神聖之城什麼什麼的 所以今次世界紀錄 應該曼谷是名字最長 Banker 那只是他的簡稱而已 簡稱 對 曼谷 請搶 好 目前今次世界紀錄 這個名稱最長的一個城市 就是曼谷 所以我們現在聽到的曼谷 其實是它的簡稱 你知道嗎 即使曼谷它的全稱總共有 167個字 簡直可以說是一篇小作文來著 那這個中文翻譯過後 它的意思大概是 神經大都市永恆的 櫻陀螺寶石之城 永不可摧的櫻陀螺之城 世界上賦予了九個寶石的 宏偉首都愉悅之城 充滿著像是統治 轉世神之天上住所的 維俄皇宮 一座櫻陀螺給予 而且提斯諾建造的城市 還想知道原文 太厲害了 祂除了記性好 就是視力好 口條清楚 絕無僅有 太厲害了 神經大都市 祂是神奇的精神 神奇的神經大都市 戀愛中總是理性 和容易被智力吸引 何者是自信戀的特徵 請搭答 有沒有 許多遊戲起講 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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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請搭答 謝伊玲 容易被智力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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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容易被智力吸引 請 我連打螢幕都看不懂耶 好 自信戀 就是有時候你問他 說你到底喜歡我什麼 如果對方跟你說 我喜歡你聰明啊 其實並不是怎麼那麼膚淺的說 就只是喜歡你的這個聰明才智的這個部分 而是你的智力 特別能夠跟他的心靈相通 甚至很可能會因為你的智力上面的表現 讓他產生一種性的吸引力 這就是所謂的智性戀 不會是 是 所以你看人家在那邊答題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興奮 我看到聰明的 或者是反應特別靈巧的 靈敏的 機智的 那我剛選到這麼多錢 要答題你會不會愛上我 抱歉 他愛上的是我 那他應該要先愛上我吧 不在旁邊姐啦 五年了 好啦好啦 選一個啦 妳知道我喜歡妳哪一點嗎 離妳遠一點 對 心裡相通 心裡相通 如果想要防止變黑 應該要少吃芹菜 還是茄子 請想答 若綺 我跟你講 這題我跟你講 我很有經驗 是芹菜 因為呢 我從很久就沒有再吃芹菜了 因為我很黑嘛 我很怕那個芹菜 他會在裡面做一些 做那個光合作用 我怕我體內會被光合作用 真的 因為芹菜是濕光的 妳知道妳都說了些什麼嗎 芹菜在妳體內行光合作用 因為芹菜它很容易吸光 那你吸光就容易會變黑 所以他說防止變黑 所以盡量少吃 如果你不要吃它 就基本上不會有變黑的問題 比較 妳是說想黑 還不用擦注塞劑 吃芹菜就行了 對 沒錯 你就是吃芹菜 一直吃大量的芹菜 你去那邊給它晒 妳就變很容易變很黑 請介紹 這所謂的光感食物 要得介紹一下 應該一般人愛吃的人很多 檸檬就是一種對不對 來 楊豬蜜還有什麼 我是蔡主蜜 蔡主蜜 你看這樣 這絕對有亂請 別再有先介紹 我們家 叫順口了對不對 我貼姓楊的來源很多 是這樣嗎 那個 你叫蔡主蜜嘛 其實現在叫做豬蜜 你叫豬蜜好了 蔡豬蜜 很好 有相應的話就會叫豬蜜 蔡豬蜜 來 要跟大家說 就是如果你不想曬黑的話 有一些比較容易吸光的植物 一定要盡量的避免 那這些食物包含了什麼呢 比如說像是芹菜 香菜 九層塔 或者是蟹菜 菠菜 都是 那水果的部分呢 這是要避免吃柑橘類 跟木瓜 這些也都比較容易吸光 還有紅蘿蔔 以及愛玉 其實都是比較容易讓你曬黑的東西 全民健康檢查 將雙手手掌到手肘之間並攏 由向上抬越高 越高的 體年齡越小 體年齡最小的可以獲得五千元 手肘碰到 我穿西裝 對 兩個手對 完全碰到 然後往上伸 不分開來 一個來 先放下一個來 放下一個來 所以放輕鬆 不要抽筋了 這邊他抽的鄰居幫幫忙 我們就幫體年齡最小的那個人 拿五千塊 來 看你到哪裡 預備 去 上伸 好聽 估計大概就是手過頭 對不對 然後這個大概在胸上 好 第二位 朱露華老師 預備 體年齡 開始 上 再上 怎麼就這裡 有努力嗎 老師 上 加油啊 你有準備出發嗎 再來一點 老師 可以了 沒有 老師 肌肉太大塊 外套要不要脫 這對我還是會脫一下 對不對 外套要脫有差啊 不要 外套要脫有差啊 好 來 準備 復運動會 預備 來 出發 走 這跟王金針差不多 好 可以了 跟王金針差不多 也是胸上 好 來 張若蹄準備 年輕的 女生 有比較 他有比較盪力耶 比較高 有 好 來 冷靜 你冷靜 但表情好 真是您喔 好 葉曉飛準備 李陪生 年輕的 很高 又高了一點 好 放起來 又高了一點 目前最高 目前最高 對 大概比你高了一公分 可以 李陪生準備 預備 凱莎 好 你很輕鬆耶 我輸了 有在做瑜伽是不是 對啊 都好啊 我沒有很用力耶 可以啊 放下來 為什麼可以那麼好 我不跳頭 但他為什麼那麼鬆 手很軟Q 那你呢 抱緊 預備 好 上 我好沒什麼資格 是 朱老師對不起 好歹朱老師還是併在一塊 連併都沒事 這制服坐太緊了啦 是這個制服 睡衣服 乘哥 乘你自己啊 來 來 來 加油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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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不做 三個人的病都被弄冰 不是 一起啊 突然燙了 這個 來 一 二 三 請問一下 我有決定要出發了嗎 我們兩個最爛 心臟的問題 還有 我還有核 兩個核不在一塊 李霏蓁 恭喜等五次 好可怕 請問溫臭屁和溫口臭 哪一個能夠幫助抗衰老 請向答 高逸玲 抗衰老 好可怕 這樣才是好難喔 講答案不是念題目 吻臭屁 全部人引頸氣派 你問是吻臭屁還是吻口臭 我的答案是 抗衰老 講答案不是要講吻口臭 溫臭屁 溫臭屁可以抗衰老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腸胃不好人就容易老 是不是 溫 可是溫耶 溫臭屁 請介紹 為什麼 這題真的是滿有意思的喔 你知道嗎 我們人一天當中 至少會放十四個屁 而屁裡頭的成分呢 大部分都是氮氣 然後還有少量的 二氧化碳 甲碗 那屁為什麼會臭 主要就是因為裡頭有 硫化氫 那即使呢 聞這個硫化氫 進入我們的體內的時候呢 會刺激活化 我們細胞當中的立腺體 所以它可以再給予我們 更多的能量 所以就有抗癌 抗衰老的功效 所以你另外一半 如果放臭屁可以聞 就代表他很愛你 天啊 為什麼歪臉 你確定我們節目 要這樣救援了嗎 我都很愛 放屁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請問什麼時候放屁 聲音會比較小 A 作者 B 站著 B 站著 鎖定 鎖定 妳剛才 不吃的笑什麼意思 因為我在回想 我放屁的時候 都放屁 沒有 沒有小聲的時候 不要告訴觀眾 對 我在回想這個東西 對 所以應該是 所有選民對你的想像 都破滅了 不會啦 這是正常的現象 是每一個人都 我們是民意代表 所以我們要站在 跟民眾一樣的立場 所以通常我們坐著的時候 你要順利的話 順利排氣的話 可能要有一點點角度 那有一點角度的話 聲音就會大 但是站著的時候 感覺比較含蓄一點點 坐著的時候 感覺會摩擦到椅子 就會有聲音 那不叫摩擦 坐著也會有回音 會回音 真的沒有回音 請介紹 好 恭喜大家 如果你想偷偷放屁 千萬不要夾緊你的肛門 你以為那個鳳月小 它會這樣溜出來嗎 其實不會 因為聲音會更大 因此如果你想偷放屁 一定要站起來 然後讓你的肛門的孔洞 感覺大一點 它那個氣出來的時候 聲音真的會比較小 大家會比較不容易發現 還有 如果你要避免放屁的話 千萬不要一直嚼口香糖 因為你一直咀嚼的時候 就會把很多的空氣 都吞進去 這個時候也更容易放屁 以及我們在坐飛機 因為在空中 這個氣壓不同的關係 所以也比較容易 會覺得脹氣 容易會想放屁 因此上飛機之前 盡量要少吃 容易產氣的食物 還有 其實當年紀越大 你這個放屁的次數 也會減少 因為我們的腸胃蠕動 就會變得比較緩慢 比較遲緩 所以比較不容易放屁 所以這個時候 多做運動 常常就是做運動 做一做 一個深蹲屁就放出來了 笑聲會影響別人 對自己的觀感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的評分 請問最讓人 討厭的笑聲是什麼 A 氣音很重的喘笑聲 B 喉音重的哥哥笑 我的答案是 A 氣音很重的笑聲 氣音重的喘笑聲怎麼笑 這樣子嗎 是小鐘哥那種 等一下 小鐘哥是 就是這樣 那喉音重的哥哥笑什麼 就是 所以因為聖誕老人都這樣子嘛 對不對 他就 他就很喜歡 那 請揭曉 好 活了 笑聲呢 其實也可以把它打個分數的 大家會覺得說 這樣這個笑的時候 用到比較多喉嚨的聲音 它的悅耳程度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氣音偏多 就會讓人家聽了 覺得不耐煩 特別是那種 像氣喘的那種喘音 是大家最不喜歡的 那大家最喜歡的是 如鈴如歌般的這個笑聲 會讓大家覺得心情很愉悅 通常你還有一點這個旋律感 或者是有些高低起伏 會讓大家更喜歡 這樣的一個聲音 有沒有笑得這麼起伏啊 聖誕老人啊 他可以示範一下吧 鷹鈴般的笑聲是怎麼樣 鷹鈴般的笑聲 現在又想打我了吧 你剛剛是鷹鈴般的笑聲 對啊 從說話聲音 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 請問講話 爹聲爹氣的人 通常是哪一種個性 A 遇到困難 愛推脫 B 無法接受他人的批評 A A 鎖定 為什麼不是B 感覺就是這樣子 感覺就是這樣子 對 他真的跟他氣很像 女生比較多啦 不過那個丫頭 有一個叫丫頭的藝人有沒有 講話都是那種 小孩子的聲音那種尖銳的那種 嗲來嗲去的那個 他的個性就是B 什麼 不是我 有一個 有一個 我會選A耶 妳也選A喔 因為他遇到困難要推脫 他只要嗲聲嗲氣的別人 就會幫他啦 這是一套的 這一拜尊你嗎 好啊 是不是 就 會不會太合理 覺得 合理的話就A了 請介紹 恭喜 好喔 那要告訴我現在聲音好少 我現在還跳不起來 對 那如果講話呢 很I的女生啊 通常呢 因為她聲音很I嘛 所以呢 她就比較容易呢 會對旁邊的人撒嬌 一撒嬌呢 其實男生就會比較容易 幫助他 久而久之就比較容易 會養成一點公主病 所以呢 就比較容易把事情 都推給別人做 就不太自己做 那其實呢 有一些人講話 聲如紅鐘 這種人呢 他通常啊 都做事非常有主導性格 那有時候呢 他就覺得自己該做什麼的 就做什麼 所以呢 他會比較自以為是一點 對別人的批評 就比較不謹受 那有些人講話呢 是聲音很高 而且很急促 很尖銳 這種人 他們往往做事的時候 很重視效率 但是呢 因為他太重視效率了 所以有時候呢 就不太體諒別人啦 然後遇到不滿意的事情的時候 他的情緒 也比較容易會受到影響 法爾賽文學 是一種用貶低 自己的方式 讓別人誇獎自己的技巧 發明這個詞的人是 從哪得到的靈感呢 韓國偶像劇 逼日本漫畫 我的答案是逼日本漫畫 不假 思索是怎麼回事啊 因為法爾賽文學 好像是來自於 中國網路的一種用語 然後我在想其實 影響中國的這個 青少年比較深遠的 應該還是日本的漫畫 雖然我不確定是哪一本 但我覺得中國可能 會不會是 凡爾賽玫瑰 對 有一部很老的日本漫畫 演以前的卡通 對 唉唷 有一個也看卡通看漫畫 對 不錯喔 而且我印象中好像 沒有韓國偶像劇跟 凡爾賽有什麼關聯的 臨時想不太到 好 請揭曉 希望你是對的 漂亮 沒錯 就是法爾賽玫瑰的 這部漫畫喔 那這部漫畫 真的是一代人的經典啦 那其實裡頭就是講到 像是這種十八世紀的 流行很奢靡 很浮誇 但是有點華而不時的風格 那現在有些人講話的時候 你明明他是要稱讚自己 但他前面會故意掀扁一下 好像感覺很困擾的樣子 比如呢 可能像陳哥 他可以說 唉呀 我金鐘獎 獎座實在拿太多 家裡都沒地方放了 你沒有講啦 我幫你 就是照一個例句這樣子 我覺得你例子舉得不好 日本澀谷的地標是 中犬八宮還是 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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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卡住 那很簡單耶 好難得喔 好難得喔 點住我也 真是忠實觀眾團蛋 秋田犬啊 原來是秋田犬 換題了 是採犬還是秋田 秋田啊 不是柴犬小八嗎 秋田是秋田 中犬小八 中犬小八是秋田 黑色的羽球毛 是用烏鴉的毛 還是黑天鵝的毛製作的 黑天鵝的毛 好 黑色的羽球毛 有沒有可能是羽毛球啊 沒有啦 羽球 中犬羽球毛嗎 我被他穿啊 我被他穿啊 好受笑 對啊 對啊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羽毛球會比較好 對 羽球毛也很好啊 羽球毛 羽球的毛 對 怎麼做的 對 對 羽球的毛 我們這個聊的就是羽球的毛 對 是什麼啦 羽球的毛 主祕就是主祕 應該是 應該是烏鴉 我覺得 好像講錯了 黑天鵝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烏鴉啦 請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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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社區舉辦藝賣會 請住戶們幫忙掛牛仔褲 主祕先示範 住戶跟著做 完成最快且最好的有獎金 多少 待會告訴大家 來 請主祕把牛仔褲準備一下 好 通常在家裡面 牛仔褲通常都是大家多辦 百分之七八十人都是用折的 但如果要掛起來 聽說有特別的掛法 好 來 藝人拿一件 來 藝人拿一件 這個你們也也拿 等一下 請示範一下 牛仔褲怎麼掛 來 好 就是通常我們一般 掛牛仔褲的方法 它很容易會散下來 所以要教大家 就是我們把這個曬衣桿 然後 卸不動 大家卸不動 只能用看的 放在褲子的中間 然後把它這樣子穿過去 好 然後先這樣子以後 再把它這樣子轉過來以後 接下來把另外一個褲管 也塞過去 然後這個時候 它就會非常的牢固 它就不會從中間脫落了 這樣拉它也沒有問題 這樣所有褲子都可以這樣子 對 它就不會脫落了 很好耶 都看到囉 有人要求要再示範一次 主委 你要不要試試看 這個簡單到這樣子 來 給你弄 你弄 好像你親眼 衣架放在褲西部 放在褲西部 放在褲西部 海邊 放在海邊 有沒有 就穿過去啊 你就基本上抓到對稱啦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啦 對... 你就抓到對稱 讓它這樣子平衡 然後直接轉過去 對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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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啦 不是的 不是... 看巴... 看巴... 要翻過來了 再加上手法手教學 加油 然後再折過來啊 主委加油 這樣 折好以後 拿起來 拿過肩膀就算了 就算了喔 計時喔 來 都不要動喔 好 準備好沒有 好 直接對 準備好喔 計時開始 很快耶 以前很快耶 你學超慢耶 好 很難耶 對 吳正有什麼問題嗎 對 你還在搖滾區 看我們折了兩次 你還可以不會 對啊 好吧 真的 我們繼續研究一下 你們想搬家 他還是沒有折好耶 對啊 我就... 要我幫你嗎 那很為何 我慢慢研究 你長這麼帥 結果不會做這個 我覺得很尷尬耶 然後轉 帥的才不需要做 沒有...轉 轉一下啦 可憲哥平常都是要 不管再轉過去 我剛剛就出在這裡啊 原來要轉過來 我剛剛就出在這裡啊 OK 你一套就往上拉就好了 好 你是最後 你是... 題妹姐正到處第二名 剛才喔 怡萱跟黃毅溫兩個 這只差一秒不到 一秒左右而已 對 勸腳快 吳怡萱勝出 厲害啦 得到了一個超快速的折疊獎金 恭喜 加六千 哇... 這真的加速還是有折疊 漂亮 請問容易造成蝴蝶秀的上肢肥胖食物 是五花肉還是白飯 請搶答案 請援 白飯 請介紹 你們是開創制吧 是重敵耶 開創制 開始重敵耶 你沒有怎麼過 我那麼久只開一格的 題目都出完了 還沒開完 還沒有開完 今天是一個單位喔 對... 你們看會不會有反效果啊 你們這樣 好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要減重啊 所以我要借糖 借澱粉 而且要做生酮飲食 那如果吃大量的 這個很油的五花肉 應該沒關係吧 可是你知道嗎 在五花肉當中 有很多都是飽和脂肪 如果有一些女生 她用的比較少動 那所以其實就很容易 造成這些脂肪呢 不斷的累積 堆積在我們的上肢 就會造成你的蝴蝶秀 白白秀就跑出來 所以蔡俊咪是客家人嗎 不是啊 五花肉 我剛剛是不是有聽到五花肉 因為跟客家天王在一起久 你也聽到了 我聽到五花肉 五花肉 這很可憐 白換的 我是客家人 我要確認一下啦 她不是 很奇怪耶 五花肉 八點檔經典台詞 其實家民的味道 常被網友做成梗圖 請問 這是出自於哪一部八點檔 A 天下第一位 B 看2 我才聽說這一句話 笑死我了 這句話 好賤喔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家民是哪個戲的角色 其實很多戲的角色都有家民 就是 就是 對啊 其實台東一個湖也叫家民 家民 家民 所以其實那個印象有點重疊啦 但是天下第一位我有拍過 所以你在裡面講過家民 叫過一個人叫家民 是吧 沒有 好像有某個人演的角色 是叫家民 好像喔 好像 對 天下第一位 答對沒有 請介紹 好賤喔 這一個話 笑死 太好了 謝謝 張慶芝 你看的樣子 好開心喔 他發自內心的拍手 那如果現在就這樣子結束你知道 好 家民的味道呢 現在變成一張梗圖 可是其實一開始 他是來自於牽手裡頭呢 丁國林營的一個壞女人的角色 他在這個劇裡頭呢 他非常喜歡義正哥年的角色 就叫做家民 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偷偷闖進他家 然後跑去廁所裡頭呢 拿他的沐浴乳擠在手上 然後聞說 這就是家民的味道 可是呢 因為這個圖被截圖起來 感覺像是 這個國林營拿著不明的物議題 所以呢 就容易讓人家覺得想入非非 又說什麼家民的味道 所以後來就常常被引用在一些 不倫戀啊 婚外情啊 一些比較奇奇怪怪的地方 好 飲料肉蜂蜜含量未達60% 這包裝上要標示 調製蜂蜜還是蜂蜜風味 請教導 虛榮道 藍恩子霖 厲害 來 望遠子 說話 我覺得是蜂蜜風味 因為它調製蜂蜜的話 就有點像是 這整個是基本上是蜂蜜水 然後它是含在裡面的那個 趴數是一定要高達一個程度 它才會說的這個東西 請介紹 漂亮 好 這是從2023年7月底開始 食藥數的一個規定喔 就是呢 如果你不是百分之百的純蜂蜜 特別是如果你的含量 連60%都不到的話呢 你只能寫蜂蜜風味 倘若呢 裡面是一滴蜂蜜都沒有加的話呢 就不能夠再寫跟任何蜂蜜 相關的字眼 蜂蜜 最終恐怕會挨拔四百萬元 貓咪耳朵上的聰明毛 可以用來幫助牠蒐集聲音 還是判別方向 請搶解 來 小甄莉 蒐集聲音 請介紹 好 這個可以看到 這個貓咪呢 牠耳朵上面有一小撮毛 一旦你把這個毛把它剪掉的話呢 牠整個人就會看起來 非常的笨拙 好像在這個 牠整個人 牠整隻貓都會看起來 非常的笨拙 都不太對勁了 那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牠可以幫忙 收集環境的聲音 讓牠可以判別方向 那影響到牠的整個靈敏度 那除了呢 牠的耳朵上面的聰明毛之外 你的貓咪的睫毛也很重要 因為牠可以幫助牠隔絕這些髒污 請社區爸媽們一起整理 即將捐出的愛心衣物 主祕先示範 爸媽跟著做 折得最快又最標準的人 可以得到 獎金 多少錢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現在直接比賽吧 這要 這有教嗎 快速折依法 折好 牠只要折成像那個方塊 這樣就可以了嗎 哈囉 拿著吧 拿著 這個都拿著開始喔 對 這樣每個人都拿著 才公平 每個人都拿著 準備好 折好就拿起來好不好 好 準備 預備 預備 計時刻 好了 我最慢嗎 我好害你喔 不是 牠們都媽媽啊 牠們都有小孩了 我都這樣子了 妳都這樣子了啊 妳看 他沒折過好嗎 方方正正的 雅思就這樣 雅思 這折得很好 這還可以 妳們真的有學啊 對啊 當媽媽每天都是 最快的 衣服啊 襪子啊 其實省自己的時間 然後幫老公 這好尷尬喔 我們的主秘密 因為我是錄影前 我錄影前剛學的 好尷尬 但是妳的折得實在太吵了 妳知道怎麼拿嗎 馬大元 妳現在折一次 手把手的修 手把手這樣學 妳看一下喔 我折得最慢 我好意思教他們喔 左手先掐了第一個點 對 在林口那兒 好 再來第二個點 再去想轉換整件衣服的中間 中間位置 一直線的中間位置 然後手穿過來 穿過來 另外這邊 這個點去抓最後面 抓最後面 對 然後這個右手拉出來 拉過來 然後抖一下 抖一抖 然後這樣 放在桌上 折過來 神奇吧 酷不酷 我開悟了 好不好看 原來折衣服這麼好玩 那你招給你 你願意一下就好了 就體驗就好了 有酷不酷 有 很酷 好玩喔這個 好玩 好玩 剛才所有比主祕快的人 都可以 一個人各加五千 只有馬大元沒有錢 所有馬大元在 每個都比較快啊 好 每個各加五千 來 掌聲給自己鼓勵一下 對 好玩喔 俗稱鬼壓床的現象 其實是大腦運轉過度 還是保護身體的一種機制 簽下拿 陳維銘 這民俗專家呢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都不是 他真的就是鬼壓床 講答案 沒有這個選項 不是 但是 但是我們上節目 我們不能太過度說謊嘛 兩個選項 選一個 三 二 一 我 真的 各位觀眾 我個人覺得 一個演藝圈的一個年資 還有演藝圈的未來 比不過良知 真的就是 鬼壓的床 我再給你三秒鐘 沒有答案 我就換了 好 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那個 保護身體吧 好不好 請揭曉 還對 還對 什麼叫還對 我是真的只好答案 蔡小姐 真的 對 你以為我懵的啊 傻眼你 不能這樣瞧不起來賓 你對來賓這樣子 有點沒問題 不會 不會 沒關係 你這個效果做得很棒 對 反轉啊 想像不到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 鬼壓床 來 好 那我們不得不說了 在醫學上的鬼壓床 它就是睡眠癱瘓症 胡扯 就是被鬼壓床 真的 我是認真 我們節目不允許怪力亂神 好 那要跟大家說 在科學上面 它的一種解釋 就是說呢 我們的大腦 如果它在快速動眼前 它非常非常的活躍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很容易做夢 那當我們多夢呢 我們會擔心說呢 你可能會起身走動啊 然後會造成你的身體 可能有一些會受傷 或者是可能我們會擔心 身體可能會出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大腦就故意讓你的身體 是處於一個暫時癱瘓的狀態 就讓你多夢的時期 你的身體是沒有辦法動彈 才不會夢遊 我的答案是B B所謂 對 那因為牛奶 當水喝會增加腎臟的負擔 對 因為牛奶除了這個糖類 跟脂肪之外 最重要就是它有豐富的蛋白質 那其實我們知道 人體在攝取過量蛋白質的時候 對腎臟這些都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負擔 對 但是其實牛奶除了這個蛋白質 跟豐富的脂肪之外 還有很 就是 豐富很含量的這個鈣質 那其實我們在門診中 有時候會遇到病人 就是問醫生說 是不是要補充一些鈣片 鈣質 那其實他們拿來的這個保健食品 大部分都是一些化學合成的 碳酸鈣 或是這個檸檬酸鈣 那其實如果你在選擇 保健食品上面 可以選擇說是用牛奶 萃取出來這種牛奶鈣 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它比較 第一個來源比較天然 第二個 鈣質含量也蠻豐富 吸收率也不錯 然後再加上它還有一些 牛奶含有的這個 子溶性的維生素 或是微量元素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的答案是 B 增加腎臟負擔 那至於降低生長激素分泌 我覺得就跟喝牛奶 就有點背道的事 因為喝牛奶大家就是覺得 有蓋子要長高嘛 所以應該沒有這麼有陷阱 我覺得是B 妳解釋得這麼清楚 要不要穿白色的洋裝 就在那裡 妳把上滑的工作都做完了 好 那我先下班了 拜拜 應該是答案 請介紹 恭喜大家 你好 可以了 今天其實有很多的爸爸媽媽 想要讓孩子的長高 就會叫他們一定要把牛奶當水喝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在牛奶當中 雖然有九成都是水分 可是裡頭也含有了很多 飽和性脂肪 所以其實喝多了 也容易會增加你的熱量 同時它裡頭有3到4%是蛋白質 那如果我們攝取了這些 動物性的蛋白質進去 其實當它過量的時候 也會增加我們腎臟的負擔 同時其實在這個喝牛奶的時候 除此之外 它其實太多的蛋白質 也會帶來過多的零 所以它也會影響到 鈣質的吸收 所以要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小孩是1到18歲 你需要讓他長高的話 每天在喝牛奶的時候 量不要超過500CC 會是最恰當的 在戶外做急救CPR前 要先確認傷者身分 還是要確認傷者的意識 請教導 我轉動了 來 那個這一次案的稍微早一點 口頭請高 他請的時候你就下去了 那再從那一次 不用從 再有下次就失格 OK 你先說 答案 我覺得是確認傷者的意識 無意識的話怎麼樣 很危險 但是先救他 怎麼還先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喔 是不是 對 核對一下 搞不好核對要生死部 他這一告就好像是被害羞 他看一下生死部什麼的 叫名字是為了確認他的意識 請教導 補充一下 有醫生 對 他是醫生 對 白袍藝術家 而且我剛好是急診醫師 反正順便衛教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遇到有人入導的話 就是口訣叫做叫叫CAB這樣 第一個就是你要叫他 所以是確認他的意識沒錯 你就叫他先生 先生 第二個是叫救護車 叫AED AED就是電極器這樣 叫叫AED 對 然後CAB就是確認他的 那個呼吸啊 心跳啊 循環這樣子 請介紹 有沒有 叫叫 真的是叫叫AB耶 ABC 叫叫ABC喔 來 介紹一下 沒有 沒有 剛剛那個醫師 很帥也講解得很清楚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是不是 好 那你就換 毛筆一製成的材料分為 狼蠔 羊蠔 和紫蠔 請問這紫蠔 它是用兔毛 還是馬毛製成的 請進來 李文誠 我覺得是馬毛 因為兔毛的顏色應該跟紫色的 差距比較大一點 然後馬的毛色它比較偏暗色系 暗色系跟紫色可能會比較接近 多好的孩子 安哥拉兔是深色的耶 可是安哥拉兔在中國常見嘛 對... 他們都能夠用一些引經據點來辯論耶 他們其實都可以穿洋裝在這邊表演 你看你的位置有沒有 你的婆學... 我好像時間也差不多到 我就走 第一次覺得自己拍不上用場 對 那等一下遇到這種毛筆的題目 都給他們解釋啊 好... 真氣... 真氣啊 李宣宏 你是硬筆字寫得好 毛筆字寫得怎麼樣 也不錯喔 也不是... 自己講 你講還可以就好 因為其實硬筆跟毛筆是相關的 對 你只要毛筆寫得好 硬筆通常不會太差 那你如果硬筆寫得還不錯 毛筆可能要再來練一下 喔 有差 因為就是毛筆比較困難一點 那他做的紫豪是馬毛你認同嗎 我不太確定 唉唷 你反而不確定 對 因為... 因為我... 專業在寫字 然後製筆刀糞 其實我用的比較多 狼豪 羊豪跟尖豪 子豪是不是馬毛 請介紹 這要告訴大家 像是狼豪呢 它其實不是一般的狼 而是黃鼠狼 那另外呢 像是子豪啊 它其實是兔毛 那這個兔毛呢 它是在兔的哪裡呢 就是取野兔的頭頂 到它背脊上面的這一段 因為它的這個毛呢 比較稍微硬一點 所以它寫起來的時候呢 會比較有彈性 比較光亮 而且的保水度也夠 平日賽事轉播 若有民眾鬧場 現場會盡頭避開它 黑市繼續轉播不離會 請搶答 你們三個人 準備 請搶答 來 曾偉忠 繼續轉播不離會 亞歷哥 你播報這麼多賽事 那些這樣鬧場的 或者什麼 我知道答案啊 我知道答案 對 還是你要先宣布 我再來解釋 唉唷 沒有 那你要解釋對不對 不行 那你先講啊 對啊 你先去換洋裝 我站這邊 黑色衣服 亞歷哥要先講答案啊 不然他搞不好答案也是錯的啊 對啊 亞歷哥答案是什麼 鏡頭避開 不會讓這種人成名啦 因為會進場鬧場的 或者是怎樣 都是有時候會有一些 特地的訴求 譬如像國外的比賽 有一些環保人士 有時候會衝下去 或者像最近中國 這個梅西去中國的時候 有那小孩子跳進去 那小男孩 他們就是想要出名 可是轉播單位就 共通的默契就是 不會去照他 不要讓這種人出名 對 不鼓勵這種行為啦 不鼓勵 請介紹 是必献 嗯 嗯 舞直疏鬆簡側 站立不屈膝 雙手垂直彎腰 雙手垂直彎腰 伸展距離超過主尾的 一人家三間 我多硬啊 我 我剛演完舞台一句 我現在整個崩的了 每一人站在你的答題桌前面 我現在才看到還剩一個 只要超過我的 就我三千塊 那你要先是不是 我先啊 好 你要不要扣子先解開 我先 我扣子先脫掉好了 準備好 對 不屈膝 衣服很貴啊 我幫你玩完下一集 沒有辦法穿這套路耶 準備好 好 要幫你嗎 不行 好 這邊 我在這裡 好 禁骨禮拜 好 禁骨禮拜 根據民法規定 台灣女性最低結婚年齡 為十六歲還是十八歲 簽下答 加油 結束 十六歲耶 真的喔 這麼小喔 十六耶 結婚嘛 對啊 十六歲 等於不用高中畢業就對了 是不是 應該不用 國中畢業十五 對 十五六 對 才剛上高中耶 就可以了喔 十六 媽 請接腳 對 因為修法 因為你還記不記得 民法把那個成年修到十八歲 下修到十八歲 他把民法這個同步一起修正了 以前的確是十六歲沒有錯 真的喔 對 以前的確是十六歲 但是因為民法 他把那個成年從二十歲 下修到十八歲 他同步也調整 那你什麼都知道 你要不要穿洋裝在這邊 對 都你來 都你來補充就好了 不好意思啊 他有點選擇了你的工作 可是他一定還沒有補得很全 好不好 你適合再補兩句好不好 好啊 那你知道 民法規定幾歲訂婚嗎 十七 塔頭看到了 我有點情緒 對 你不能就這樣 那你偷看到就好 他在弄髮 這樣不好 好不好 好 我們到不及了 那就是那個台灣本來的民法 生氣生氣 本來台灣的民法是規定說 女生的結婚年齡是十六歲 男生是十八歲 但是後來呢 把這個成年的年齡 從二十歲修正到十八歲之後呢 男女都是一致 就是十七歲訂婚 十八歲結婚 請問萬聖姐代表色的橘色 代表著重生還是溫暖 請搶答 劉欣 重生 重生 請介紹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對不對 其實大概知道啦 大概知道 你隨便講我聽聽看 對 因為萬聖姐呢 他們在西方的話 黑色是代表四五 他在看著那個大字稿 你不能看那個 對 我要看那個 你說穿洋裝站在這邊 我讓你唸 而且我還沒有看大字稿呢 好 跟大家說你看萬聖姐呢 他的時間其實呢 就是秋天已經快要進入冬天了 那麼到冬天啊 就會跟死亡啊 黑暗啊 憂鬱啊 比較連結起來 所以冬天跟我們的感覺 是黑色的 那麼在秋天呢 節食累累 是一個豐收的一個季節 而萬聖姐呢 選擇橘紅色 就是希望呢 在進入到這種 黑色憂鬱死亡之前呢 我們還可以有重生 不屈不饒的力量出現 大家常關注的環霸自行車賽 每次的賽期為十九天 還是二十三天 請進場安 圓婉知道 妳搶跟真的一樣 妳說 好 怎麼樣 什麼事情 妳唱到了 妳說 我覺得應該是二十三天 對 妳怎麼知道 二十一站中間休息兩天 對 對 對 冠軍穿的是黃衫 爬坡王穿的是遠點衫 然後年輕車手是白衫 哇 對 對 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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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裝 洋裝 他嫂要洋裝 衝刺王是綠衫 他是快把你補完了 沒關係 我等一下 還可以講別的 哇 那他會出入哪些附近的國家 妳每個都不要漏 好 有可能會是荷蘭 西單牙 義大利 也有可能是瑞士 爬坡王來了 妳看為什麼 妳看為什麼國家 國中華還會出入 附近哪幾個國家 鄰近的國家會去 像去年 去年就從丹麥開始 對 去年 你自己本身也在騎車是不是 對 我喜歡 然後我每年看 我看環化 還有環西 環藝 都看 請介紹 好 好 好 發色甜點 歌劇院蛋糕層次分明 帶有了濃厚的巧克力香味 請問她的命名由來 跟什麼有關係 A 方形的外觀就像歌劇院 B 最初是在歌劇院販賣的 我的答案是A 索麗 妳做發色甜點 對 妳知道這玩意有沒有 Opera蛋糕知道 但是我這個由來 她的命名由來妳不知道 不確定耶 妳覺得她像不像歌劇院 算像 像吧 她只是像建築物而已吧 例如修道院嗎 我知了 隨便講都可以 不確定 猜的 妳講 她講她對了沒有 我覺得我才是甜點的創辦人吧 所以妳要解我吧 因為我最近正在做這道甜點 對啊 這麼巧 對 因為 所以她答案是我 剛好研讀了一下這個 對 所以答案是 答案絕對是A 公平包 好 請 介紹 她像哪邊的歌劇院 像雪梨歌劇院長得那樣 巴黎的歌劇院 對啊 她浮到雪梨怎麼辦 那不一樣啊 因為她這個 這個她料理有典故的啦 對啊 因為她的有顏色啊 然後她的顏色 停 停 冷靜 困在講了嘛 因為這要讓尚華講 是 除非妳有白色的洋裝 好不好 所以讓她講 好不好 要不然她的工作被妳強調 要換嗎 先不要 好 那我們先讓她講啊 看她可以講多詳細嘛 沒有 我沒有想講 沒有 你想講 來 來 有情緒了 我喜歡妳的臉霸氣 來 尚華請補充 好 要告訴大家 JASON 我們現在看到的歌劇院得高 是在1955年的時候 誕生的 那這個蛋糕呢 有別於過去都是圓形的蛋糕 它做得方方正正的樣子 其實呢 就是在跟這個不遠處的這個 加尼耶歌劇院來致敬 它是用這個杏仁的這個蛋糕體來做 那裡頭呢有夾了餡料 那同時呢 上面呢還是用鏡面的巧克力 再加上了一個金箔 那因為當時呢 做出了這個蛋糕啊 有別於當時的一個形狀嘛 所以呢這個蛋糕的主人的太太呢 我們就把它取叫做Opura Cake 也變成了現在非常經典的 法式甜點 對生活抱有期待 還是不抱期待的人 更容易陷入憂鬱 請請拿 若瑜哥 強鬥了 不抱期待 不抱期待的反而更容易 錯了 應該是抱有期待 沒辦法 沒辦法了 沒關係 妳說 沒有 不行啦 不行 說了就行 錯了 不抱有期待的人 更容易陷入憂鬱 那我們這邊以第一次聽到為主 你知道吧 對... 好不好 沒問題 請揭曉 恭喜答對 對啦 他還叫你別改啊 謝謝尚樺... 我剛剛以為尚樺這麼嚴格啊 太棒了 你剛剛先邊一度還想再咒罵他 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尚樺 他怎麼會這麼嚴格 是你舅舅 為什麼獨厚於他啊 沒有 沒有 我也是秉公執法 我想說... 不要... 秉公執法 我們一直還都這樣 對 而且主委 主委 我要跟你講 這個大樓裡面 就我一個人住了一個獨居老人 我每天陪這些年輕人在一起 我已經很夠意思了 還不對獨居老人好一點 好 所以剛才我是不是也想讓你 可以改變自己的機會 你想改答案 我讓你改 我還不對你不好嗎 是...對不對 除了你的子女告訴我 對 我說錯了 你的外甥女說什麼 外甥女 來說明一下 你戳到笑點 子女怎麼了 他戳到笑點 我的身世被發謝 以後就會聽一下 子女怎麼了 算了 沒事 真的是外甥女 那麼優秀 真的是外甥女喔 等一下怎麼辦 這個NG好 來 放鬆 沒關係 來 好 研究發現 如果對事情不抱有任何期待的人 通常他們會認為說 如果當中發生了任何一點好事 好像都他不配擁有的 是突如其來的 好像只是因為剛好降臨的一個幸運 但是如果他對於生活 隨時抱有期待的人 一旦發生了不如意的事情 他往往也會覺得說 好啦 反正這一次考壞了 下次再考好就好啦 總之你會用更正向的觀念 去看待這一切 鼓勵下節氣 疑吃苦 消暑退熱 規模會特地為住戶準備 一人一杯苦茶 順便 向每位住戶著收 一千元飲食管理費 請上苦茶 大家 一人一杯 這麼大杯 這有毒啊 就苦茶 這麼大杯 不會 要喝完嗎 沒問題的 至少喝一半 清熱節火 我們這種公司沒有在怕的 我查這個東西 主委來 這超苦的 至少喝一半 好不好 我祝我們所有的醫生朋友 為我們的病人一起同甘共苦 好不好 為我們的病人同甘共苦 來 黃昭勳都喝完了都 好 這個真的有苦耶 很悶耶 你就一口香去就不會苦 很悶耶 一口香去就不會苦太多次 如何 半杯 有半杯 好消火 要續杯嗎 要再續嗎 喝到半杯 妳的那杯呢 就給妳續啊 每個人都要喝半杯的 好啦 不是好啦 在哪 我要跟著全國觀眾朋友 一起看妳喝 好好喝 喝 好苦喔 人家都喝完了 再喝一口 喝一半 跟如意姐 如意姐 如意姐 再喝一半 再喝一口 再喝一口 好 藍莓還是結瓜 每週吃三天 就可以有天然壯陽藥的效果 精神啦 呂景亨 呂醫師 潔瓜 潔瓜啊 對 等一下 多 來啊 醫師 呂醫師也會有彷徨的時候 好 你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我給你機會改 要不要改 好 那就改 那就藍莓 改藍莓是嗎 對嘛 請揭曉 好 好 因為是第一次來 好 抱歉 你本來是講過就 哪怕 哪怕口誤說出來都來不及了 謝謝 謝謝 好不好 好 但是我覺得你很重要 因為我還有地方需要麻煩 麻煩你 好 這樣子 尋思喔 誰尋思啦 你親戚喔 你第一次 她跟我小學老師 同樣那個姓幹嘛 來 介紹一下為什麼是藍莓 好 要跟大家說 吃水果呢 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的 讓姓功能更健康喔 像是呢 裡頭有類黃童啊 或是花青素的這些水果 包含了草莓 藍莓 莓果 葡萄啊 那以及呢 這個櫻桃啊 蘋果啊 其實都不錯 那像是藍莓的話呢 一週吃 三次一次吃 一小把 其實就滿有效的喔 情侶之間講蝶子 可以增進感情 根據台灣網路調查 最欠揍的情侶 用蝶子第一名是什麼 A 壞壞 B 寶寶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最欠揍的情侶 寶寶 你討厭 我覺得壞壞比較簡 你今天晚上有沒有想壞壞 寶寶 寶寶比較討厭吧 那你壞壞 對 我覺得你壞壞還好 對啊 那你看 如果很遠的地方說 寶寶你過來 那也是很討厭 舉的是寶寶的舉手 好 放下來 為什麼就你不舉 現在我是年輕人 我覺得他23歲 而且他喜歡寶寶 對 我覺得比較可 我壞壞好害羞 壞壞好害羞 我覺得有世代被歧視的感覺 沒有 年輕的 我們兩個不是年輕的 全部人都是壞 都選寶寶 就妳說壞壞是不是 叫他做壞壞 揭曉 我覺得寶寶會比較無感 這領頭他們還設定了出一些情境 告訴大家 為什麼第一名是寶寶 因為常常在維銘的 聽到有這個女生跟男朋友撒嬌說 寶寶這個肉肉燙燙幫我吹吹 每一個字都要疊字抄 我想直接打他一巴掌的 那接下來第二名是壞壞 就是女生可能不小心走路 被椅子給撞到了 男生就會說 沒關係 這椅子壞壞 旁邊的人就想說這椅子怎麼了 他就在那邊 為什麼壞壞了 那第三名呢 其實是在這個講話的時候 會跟男朋友說 我要親親 會讓旁邊的人覺得好想吐喔 不能夠好好說話嗎 社會學家指出 哪一個性別的人較容易 在看到長上好看的異性之後 會回頭嫌棄自己的伴侶 A 女性 B 男性 我的答案是B B 說你 男性 說法是什麼 如果以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男性是要繁殖的嘛 感官的動物 是 所以特別重視外表 覺得要答對了一舉手 我覺得 對 情然眼裡出稀絲啊 所以說 我覺得我女朋友最好看 是不會 求生意 我們今天是在上節目 不一定要做形象 不要做口碑 是 這三個都認為是男性 你們三個都認為是女性 怪了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就是說 男生會比較有求生意志 女生比較不會 他會很大啦啦的講 你看 這是成熟男人說的話 女生比較不在乎說出自己的感受 而男生 因為講了可能日子不好過 所以不會亂講些什麼 沒錯 請揭曉 好 美國他們做了一個心理調查 你想想喔 女生其實真的比較不會因為的 看到一些好看的男生 就嫌棄自己的另一半 否則女生看了那麼多韓劇 還不是繼續跟你交往 或是跟你結婚 所以呢 其實 女生比較 抓 抓 抓了這一套 真的啦 但是呢 男生就有差囉 當他們今天把他們放置在一個 身邊充滿了美女 美女如影的環境 他們就會開始下意識的比較 回家以後就開始會對自己的老婆 或另外一半閒東閒西 因為他們的眼界 可能到了另外一個水平 就會覺得好像呢 看不上自己身邊的另一半 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聽到的Doremi 她是英明還是唱明 陸箭丹 去看他 誰啊 加油 加油 陸箭丹 唱明 請揭曉 漂亮 那什麼叫英明 這是CDEFG CDEFG 我什麼叫英明 皇上英明 是我的祖秘 所以我捧場笑一下啊 跟你笑開懷 溫良公解讓你知道 好 來 補充一下 她已經補充完了 你幹嘛耍皮疙 我生氣了 娘娘生氣 娘娘息怒 請息怒 能力高還是能力低的人出仇時 更具魅力 請搶答 劉涵祖小姐 這一題應該是能力高 因為能力低的人出仇 是很平常的事情啊 然後她的魅力就一直下降 所以 這個挺頓 所以這題很奇怪啦 答錯也不意外 對吧 這太奇怪了 其實我也覺得是能力高 因為這樣大家才會有反差感 對啊 對啊 請揭曉 當然對啦 好 要跟她說的是其實呢 就是所謂的出仇效應 當一個人呢 她越德高望重 受萬人景仰 然後我們覺得她的這個 外帶的地位非常的崇高 一旦她不小心出了仇 我們就會覺得 沒想到她也有這麼人性化的一面 所以因此呢 反而會看到她脆弱的那面之後呢 會更喜歡她 而且會覺得那個拉近的距離感 難怪了 難怪那麼多人喜歡看我變胖 好好女人 比較可愛 好的 主迷笑好大聲喔 甜點達克瓦茲 名稱源於其發明者還是發源地 請搶答 妳知道什麼叫達克瓦茲嗎 不知道 一種甜點 餅 有點類似餅乾吧 有 好 你說 達克瓦茲什麼 發源地 猜的啊 猜的 我喜歡看妳心虛的樣子 發源地 請介紹 好 又跟大家說達克瓦茲到底是什麼 其實呢 很多人會說 它有點介於我們那種 台灣馬卡龍牛莉 以及呢 真的那種馬卡龍之間的 另外一種呢 蛋白餅 它叫做達克瓦茲 那吃起來口感也非常的好吃 也是一種17世紀非常經典的 法國宮廷甜點 那為什麼叫做達克瓦茲呢 只有的原因是因為它的發源地 就在法國西南部 屁林牛斯山的附近 那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溫泉巷叫做達茲 所以呢 這個做出來的這個用 杏仁粉 糖粉跟蛋白做出來的 蛋白餅 就被稱之為達克瓦茲 它叫達茲 隔壁村的呢 有一個叫做東茲 對 東茲達茲 東茲達茲 你一本正經的亂說了 好笑 好 我們不解決 不解決這問題 我的答案是A 抗勞 為什麼不是緊緻修補 我現在也滿緊的 你是手 妳是手頭比較緊吧 是 這是我老婆跟我說的 對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注重 就是外表 就是出門一定要擦防曬 她說其實在 她以前的觀念就是 男生從小就要開始注意防曬 來 請揭曉 好 漂亮 非常好 好 其實男生啊 近步到30歲之後呢 我們的皮膚就會開始缺油 不缺水 而且呢 這個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重保濕 以及生活習慣的維護 早點睡 還要注意呢 在這個出外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防曬喔 否則那紫外線 也很容易 讓我們的肌膚繼續老化 所以呢 這時候 老化跟防曬 也是主要的重點 到了40歲以後呢 肌膚的確開始 沒有那麼緊緻了 逐漸鬆弛了 這個時候呢 才要在這個緊緻的部分呢 再多加強 以及 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也可以幫助你全身上下的肌膚呢 只要跟狀態都維持得更好 更年輕 妳說得很對 好緊 妳是說扣子嗎 那個是撐的吧 請向大家 郭偉棠 終於輪到我 答案是刺激性慾 為什麼不是性能力增強呢 不是說會很猛怎麼樣 性能力很複雜 但性慾很單純 性能力哪兒複雜 性能力有很多方面的 有的時候是它肌耐力不足 有的時候是充血不足 所以很複雜 那海鮮都比較多一些微量元素 應該會直接先刺激性慾 性慾是一個大氛圍的一個東西 可是食色性也 它需要刺激才會有嗎 這個就是我們叫sex arousal 就是觸發性慾的很多種方面 有的人是聞到味道啊 有的人是要接觸啊 所以這種東西 只要有這些微量元素 就會讓你的男性荷爾蒙上去 更感激性 對 應該一個是念頭 可是一個是力不從心 不好意思 講得這麼直接 是不是 你解釋得很好 你解釋得很好 但是不要看著我講 好 刺激心語 請介紹 講得很好耶 好 很多男生都會覺得說 多吃海鮮啊 什麼生蠔啊 蛤蜊啊 晚上就能夠病病狗 可是要告訴你根本不是 因為事實上是吃了海鮮 裡頭富含有心 所以它可以幫助 我們的攝護腺的健康 你到底在笑什麼 可以幫助我們攝護腺健康 也會刺激 你有想要的那種信譽 可是事實上 你要讓你自己的性能力增強 還是要多運動 維持體力 是 這樣子才會病病狗 如果用猜時發現有食漢問題 可以撥打1919 還是1818專線來諮詢 請下答 來 漢吉 我覺得應該 這裡我不知道 但是我猜是1919吧 因為9比較有救我的意思在 請介紹 猜得好 好 這食漢專線是1919 它跟台語有關 就是一通就夠 就是一通 一通就夠 就是你只要打一通電話就可以了 馬上的就是足夠 它就可以幫你去解決後續的問題 所以如果有食品檢舉 食品的諮詢 消費的問題 或是中小企業的諮詢 都可以來撥打1919專線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 快點來訂閱 快點來訂閱